直到看见运运鹏失去表情管理的大小鼓掌 才明白他交出来的土地不比师傅锅的刚唱 25啊 因为我喜欢吃螃蟹 我喜欢吃螃蟹 您是出题还是点我 小鸠的这个燃炸全场的包袱绝对是现况 因为运运的表情明显是先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他就顺其自然的揭了下来 您找一圈 你想吃 不是我事 我得弄清楚 您是真想吃饭还是点我 我想多来呢 我就是在点你 等天晚上的师徒父子专场中 运运鹏算是再次拯救了德云社的危机 因为前面几组演员的表演效果有点冷场 掌声甚至没有于谦这个主持人多 各位啊 我是真真的不好意思 回回上来都有掌声 这样我拜托各位事 已经这样了 一会儿这个节目完了以后 后来还有一个节目 咱整场演出就结束了 各位坚持住了 我都知道就不合适 整场的压力都给到了月月师徒 二月上场后果然没有辜负千老爷对他的气派 小橘只用一个破包子就把场子惹翻了 今天这个演出 还是挺紧张的 哎呦 真真棒 越紧张越出事 我就下进他 这我东西丢了 他我要去找一下 什么东西丢了 我这东西找不到 没法演吧 什么东西 观众的热情 大家都知道月月最厉害的就是控场能力 临巢八会更是一招 这一点他毫无保留的青囊相守都给了头地 这整场演出中 嚼嚼者是小橘无意浪 难怪在反场的时候被师爷单拎出来夸奖 这个尺寸我看着就痛 才是好孩子 哪儿看哪儿痛 行啦 月月朋友这么一图 我很高兴 算是见面有厚 这个不容易 以前咱看这儿的话就给搭下去 自本扫下去 都说他跟师父的表演方式就像照镜子 但是他并不是鸡血的模仿 而是琢磨出了自己的风格 咱们来个喇嘛说 拎着我去躺吧 咱们来个哑巴叫里面这个喇嘛 咱们来个哑巴叫里面这个喇嘛 咱们来你躺不喇嘛 咱们躺不快 别喇不哑巴的喇嘛 别喇不哑巴说拿去玩去 别不玩坏了就行 今天啊就叫师徒专场 都是师父和徒弟的关系 但是刚才你这两句不是我教的我感觉 是是是是你家的 你也会 不要点那个劲 是我教的 能学说月月没资格收徒的可以歇息了 无论是小菊还是小婷 哪一个不是在众多诗书中脱领而出 怎么来了 是现在狂了是吗 我这呢 我这不好意思 是吧